作为飞行教员参加比武 科目设置为难度级别最高的特殊情况处置训练 这不仅是对我们飞行技能的考核 更是对我们代教资质的检验 我们要完成一百字样一字 我们当时每一名成员对自己的要求 都是要去做到明秒不差 精准地把这个一字飞好 其实这样的要求 把它放在我们训练当中也是一样 攻击直升机在战场上 就是要做到明秒之间 一击命中目标 它的难度在于第一枚导弹发射出去后 飞行员需要操作武器系统 十秒后把第二枚导弹发射出去 当第一枚导弹命中目标以后 爆炸形成的烟尘 会对第二枚导弹搜索识别目标 造成一定的困难 我们要适应不同地域 不同环境的作战需求 持续激发人员的战斗潜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